凌晨1點高雄市這個路口 曾希男子走到馬路中又折返 來來回回原地打轉 結果重心不穩倒地 這時一輛聲色轎轍行駛而來 當場把曾希男子撵下去 曾希男子慘死車輪下 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發現 原本一輛車兩輛車都從他身邊閃過 其中這輛車要左轉 看到曾希男子馬上踩煞車 一連18輛車都閃了過去 第19輛沒注意沒結束 曾希男子倒臥血破中 車禍發生前 這名阿伯看到男子倒地 還熱心的拿了紅色籃子 排在四周圍做警示 沒想到還是無法阻止車禍 驚嚇 非常驚嚇 因為第一次這樣 應該是夜色昏暗沒有看到 所以我在路中間的行人 把他撞到 儘管就是駕駛一臉錯愕 但事實上他先前就因為酒駕 被吊扣駕照 這次無照駕駛又涉及果實致死 而根據了解 死者是48歲的曾希男子 從事貨車司機20多年 月薪3萬 經濟並不充裕 已婚育有兩子 大兒子今年高三 同事聽聞惡號很驚訝 因為曾希男子已經戒酒好長時間 怎麼會突然喝個爛醉被撞死 也成了親友之間最大的疑問 記者陳古明王嘉慶高雄報導